作詞 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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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南海是在青山啊 來無人地看過 主既世間主既發生主既分風 人手好水收盡點風 點在心山中 有緣幾次比例可愛的笑容 名字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了 請大家起立 走 我們開始要來改動了 剛才有人跟我發言說說得不錯 其實不是我說得不錯 其實這個導演品很多資料是我們過去跟我同期或是前後期 很多順頂望路的動心 感謝你 因為這些動心照收集 我只是把一些資料求經濟連結起來 像是今天的導演品 像是利益我們這些學員的這個材料 我們現在開始來改動 當然不用改動的時候有些關聯要先打破 關聯題 我們如果聽到愛台灣 我們前面出現什麼 為民 有一個人 有歷史的旗子 在政車上面 有沒有 我愛台灣 那跟我不一樣的就不愛台灣 我跟他不一樣的在台灣 覺得 會說到我沒有愛台灣 這樣 中國最愛台灣 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觀念裡面 我們要把 我們要把這個 愛台灣的觀念 白癡 我們就可以變成 預設立場 我們就可以選擇 特定的意識形態 愛台灣 很多人 很多人去外國 或是說在演唱會 把這名字 撐開 愛台灣 去國際 參加什麼運動會 撐開 愛台灣 哇 很多人 驕眠 外國的台灣人 或是說 外國的中國 台灣人 台灣中國人 都好啦 看來這名字 喔 超感動的啊 愛台灣 你如果看來愛台灣 在外國看來這名字 很感動的 有那個情感出來 你就是中毒了 這名字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這名字是什麼 中華民國旗嘛 其實 實際上 它是中華民國海軍旗 你如果像夢路去找 你把它輸入 中華民國海軍旗 那就走出來 中華民國的國旗是五色旗啦 我們來這裡 有很多 有關 中華民國的東西 都是跟你騙的 都是假的 中華民國的國父是誰 孫中山 武昌起義的時候 孫中山在哪裡 他還沒在國內啊 空間什麼關係 中華民國的國父 就是那個 軍閥 去把府衣請來 啊 抱歉齁 時代到了 新的時代來了 請你為皇帝的地方再來 袁世凱啦 兩岸 兩岸 我們想到兩岸的時候 看了兩岸的時候 聽到兩岸的時候 你頭上 曝出什麼東西 秋海棠啊 老母雞 是不是 有沒有 你們自己問你自己嗎 我們想到兩岸 我們想到那個 要不要是你中毒 來 我跟你說兩岸什麼 這叫做兩岸 有沒有 這一岸 到這一岸 兩岸啊 你頭上每次都想到 大地 這邊 這邊 你頭上每次想到 日本 也是我們的兩岸 福利賓也 我們的兩岸 嚴格公開 跟美國也都我們的兩岸 所以我們如果有這個 刻板印象 我們要打破 來 來 內地 來想到內地 想到哪裡 有人直接反映說 中國大力 中國就是中國 大力就是大力 大力就是大力 大力是地理名字 非洲大力也叫大力喔 所以你看到黑人非洲來了 你說啊 這大陸人 大力不是國家名字啦 好 要剩兩岸 中國 要說兩岸 中國 怎麼有這麼困難 內地 來我告訴你 我們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是大人 他們那個是台 台灣叫做本多人 啊 日本那邊叫做內地人 其他的呢 叫做外國人 除了賬名 不是我還會說阿 內地阿 內地是以前的時候 就有錢錢 叫做內地阿 所以他把那個東西 寫過來 變成 他們中國 內地 內地 以前就有這種錢錢 阿 我們叫做本多阿 那時候也不說台灣人 喔 本多人好不好 這都文憲啦 這都以前的資料啦 本多 我們是本多人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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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們叫做本土人 這是同一個國家裡面給最清楚啦 來 祖國 什麼叫祖國 祖先的國 好 祖先的國喔 這定義不錯喔 祖先請問是第幾台 很多台 這樣很多台 我們的前十八台 都在中國 到前十六台的時候 搬去日本 前十二台的時候 搬去美國 我的祖先就是一個 祖國就是一個 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定義啦 你不可能要 你們太早啦 是不是 不是 我們人的年月有的 年月有的 你最多的只有你們做而已 你們做的國 我做 台灣 他們那時候的做國是什麼 台日本大國 阿做的國 我學生 他們做就是我們阿公 我阿公 他們是交和時代出席的 祖國就是台日本帝國 對不對 我相信在這可能會有人交和出席的 你的祖國就是台日本帝國 台日本帝國以前 我如果祖國是台日本帝國以前的 你算是台灣是國 租款建立是在日本時代建立的 所以祖國就是這個 這叫做祖國 我們祖國的時候已經有整個說 所有的娘頭有這個鐵道地圖 就是有開始整個說要建設這個鐵機路 鐵機路的中文叫什麼 鐵路嗎 不是鐵支路 鐵機路 好來 一宗 想一宗是什麼 想到什麼 我告訴你我想到一宗就是這個 我上禮拜 就去買一塊雞拜 我問老闆說 我就想到民進府的客人 我對這一宗很敏感 老闆說 老闆請問你們叫一宗 你們為什麼不叫台灣 還是兩岸 叫一宗 他說這就是台中一宗發稽的 原來是這樣 我五歲 我們一宗像在中華民國 中國的時候 我們會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一宗跟那個一宗 沒有關係 台灣民進府最多的客人必須有一個觀念要打破 我們必須要跟國際的先進國家 每個國家都一樣 就是要生臨 積持一中的政策 當然要拘捕 我們的生臨一中 當然要拘捕 沒關係 我們回答不對 不當然要拘捕 沒關係 我們的生臨一中 好來 同一律 我們剛才要拘捕 同一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國 中華民國等於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中華民國 對不對 對啦 沒有不對嘛 我們這幾的學員 歡迎都很快 這叫同一律 所以我們要去支持中華民國 領域去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 所以 中華民國 不等於台灣 這條 獨金的線 要加重 你若不加重 心臨就會來揚 那 社會把你 揚揚揚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怪怪 氣氛不好 這個獨金要加重 這條獨金的線 一中的定義就是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中國它的名字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POC 在聯合國裡面 它的名字叫做China 生臨一中 哇 生臨一中 我們會去統一 有人會說 不行 生臨一中會統一 有這種顧忌的人 我問你 承認一中 的疑慮 就是 我們會被統一 那我請問你喔 你心目中 你腦海裡的那個我們 是誰 台灣會被統一嗎 那個我們就是台灣嘛 啊 他剛才就說啊 他剛才說啊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請問他怎麼統一你 你的線沒有被剪斷 因為你是台灣人 你披著中華民國的外衣 中華民國的外衣 已經被國民黨拋棄了 他只在台灣裡面說中華民國 陳雲林來的時候不是在那裡唱國旗有沒有 那個警察都把國旗募收有沒有 那個中華民國那裡唱國旗啦 募收 是怎樣 是因為 陳雲林在這個陳雲林 中國人的眼中 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啊 不是政府啊 那些東西不能出現啦 是怎麼單局出現的時候 跟他說 去中國人說 我們也讓總統回來 那個股長 很像影響 陳雲林跟這個 媽研究說 您 好 不是說馬總統 馬先生 不是說您 好 是那種騙手 其實 他們早就知道了 中華民國不存在了啦 我比較重要的證明給你看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台灣 他們是中國 中華民國也是中國 所以那條特金一定要交給回來 你如果交不回來 你就會 讓他拆掉 統一律啦 蔡英文說 中華民國 等於流氓政府 蔡英文說過啦 我太誇張了 不用讓大家看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他選舉前說的喔 如果照這兩個 統一律來說 流氓政府等於台灣 是不是 不是啦 流氓政府太等於台灣 流氓政府是流氓政府 他現在是 美國說 代理美國 抵抗台灣 現在 他叫做 台灣當局啦 台灣委員 他叫台灣當局啦 他叫台灣當局啦 我們這個東西 一定要把它拆掉 不然我們一定會 牽涉到 牽涉到 來 看案例9 18年以後 1949年 李敖共雄 中華民國還有沒有 照著世界史的說法 照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 照著我李敖的說法 中華民國沒有了 可是 照著在台灣的 蔣介石 他們這些黨語的說法 中華民國還存在 只是到了台灣 我給大家展示過 我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呢 就是蔣介石的 一個秘密資料 蔣介石在 1950年 3月13號 有一篇秘密的演講 叫做 復職的使命 與目的 請注意喔 這是蔣介石的親筆字 他裡面談到 他說 中華民國 王國 王國 中華民國 王國 中華民國 王國 中華民國 已經滅亡 告訴我們 1950年3月13號 蔣介石的秘密 秘密談話裡面 他承認 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了 可是這個真相 他當然不會告訴台灣的 全體的 這個中國同胞 他說中華民國還存在 這麼一個幻覺 這麼一個幻覺 我告訴大家 一直 延續到今天 有一部分人 還相信 中華民國還存在 可是怎麼解讀呢 看看 國民黨 他們 好 以後中國人 說 他說的話 不是中國人 他說的話 都不能信 人也拿出文件證明 那些文件 已經 自我證明 他說 政府跟他說 他說 中華民國滅亡 但是 他剛才沒有說一句話 有人說 你看媒體 要注意 去分析 他說的每一句話 他說 政府跟他說 不敢把 在台灣的中國 人 中國人民說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 是這樣 因為 他都跟他說 我們要反攻大陸 有沒有 他說我們要反攻大陸 今天會頭 都滅亡 要反攻在哪裡 所以 他就一直騙 不是 中國人 他們自己騙自己人 他也騙台灣人 但是 多數的中國人 其實 這幾年來 他們自己也知道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他們去外面 不說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只是在台灣 說給你 這些 台灣人聽而已 我們就是 在教育裡面 讓他這樣小腦 中華民國 不存在 所以你現在 在媒體 比較少聽到中華民國 都說我國 國軍 很少聽到中華民國 不存在 但是 上面 美簽通過的時候 五屯他也說 我們中華民國 外交的努力 他不是已經收兵了 他剛才有在努力 說美簽是給他的 美簽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再講 所以中華民國 不等於台灣 這一定要 前提條件 你如果要撐 這條先把它撐回 台澎不等於金馬 我們來看 剛才那個 案例史 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開拿才行 很多這個金門人 去申請美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來其實也不能因為 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的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填寫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時 國籍財會歸類China 好久以來有這個 因為金門就是在福建省 所以這就是 他想每年就 繼續有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 也只說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祖人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 這個新聞跟我們說一件事 福建金門的人去辦美簽 他就是China 或是剛才用拆放的人 你注意聽他講的 不能因為我們金門屬於福建省 所以把我們貴雷為China 請問你要叫他貴雷為哪裡 蛤 中國民國 啊中國民國都不存在啊 美國人都很清楚 AIT也說啊 這30年來的問題啊 什麼叫30年來的問題 在想這句話 30年來的問題的意思就是 30幾年前比較有電腦嘛 有電腦系統到進去 他就是都中國的啊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他不是中國 沒有請問他是什麼的 在美國來說 所謂的中美斷交 啊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 等那一個時間點開始 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 全國座都很清楚 啊台灣沒有清楚 啊那個人很問嘛 不能因為金門是屬於福建省 就把我們歸類成中國大陸 他的觀念是 啊沒有請問福建省是哪一路啊 來 他剛才說 台灣護照 請問 什麼人拿到台灣護照 什麼人拿走給我看看 台灣護照不是因為 你 點館三兩隻 請一去台灣 還要和一個台灣 還有幾個島 這樣就台灣護照 這是皮而已 什麼人拿到台灣護照 我們也拿到 ROC 流行政府護照 是不是 來 這是我年輕的時候 我們來看 護照裡面 證明你是一個國家 你的來源 還是你的所在地 就是這個所在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啦 這個地方有證明 這個地方 ROC 這裡有國籍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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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 是不是 不是 這個地方護照 會上面 主任你的國籍 叫做ROC 這很早以前而已 來 這本人 比較接近現在 這我去美國 2011年去美國 我去辦護照 辦那個美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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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月 就 不用 簽證 其實不是不用簽證 是不用 免費 不是不用 簽證 我去辦美簽 金門馬祖 那個問題 就是在這裡 美簽 就是美國法庫 我們 他把我們認定 TWAN 有沒有 Nationality 國籍 他認定 我們是台灣 金門馬祖 請的 就中國 有什麼不對 沒有不對 這 這我本人的 這個美簽 有公信力嗎 我人 好好 我在這裡 來 不可以參加選舉 拜託大家 不可以去參加選舉 因為你參加 每一邊的選舉 你所投的票 都是在 贊成 這個不合法的政府 繼續 通知 把你下 你如果 你變去投一票 不要說你了多少錢 你就是 啊 這個政府 讚 我給他管 中華民國 如果選舉辦 之後 把國際辦 補一個消息 接著 我的投票率 達到幾層 六層 七層 八層 我們這個 幾層 投票率 幾層 沒有那個工業下來 全世界都 感覺說 你台灣人 你就是要支持 你自己現在的政府 我們外國 需要去管理 怎樣 管理的未來 怎樣 你們自己 就 所以不可以參加選舉 來 看這張 日本社交國看過 我真的有 有 一次就真的 去台北的小巨蛋那邊看 那兩個什麼時候打 不一樣 中華民國的選舉 就是這張 雷台賽 我志祺 力贏的 現在倒在肚子 哪會贏的 志祺哪會贏的 很高興 因為力贏的 可以輸起來 後在肚子 阿 打牌 通常沒中在 他還要打回來 現在換他打下去 喔 我就很開心 在那張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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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是正義的死者 一邊是邪惡的化身 我請問 誰要打這個打雞 雞齁 雞齁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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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什麼妳會覺得 假的 因為打不死 是不是 有時候打過的人 我們女孩子有時候打過的 都知道 為什麼叫打假的 我請問妳 我一張票 四五千塊 有時候打過的 都知道 真正是打 五分鐘就改靠了 就結束了 給妳打四十五分鐘 這時候打假 我如果花一個四五千塊 進去五分鐘後 就結束了 我這個消費者 心裡做何感想 所以假的是假在這裡 這個選舉 這個假的 表面上質詢的時候 噢 刺刺刺刺刺 但是在那裡 她也是好朋友啊 哪個那個有差 那邊王金邊 那邊去負負的時候 去跟天下什麼人 2人的啦 有沒有 有藍綠 沒有啦 更厲害的 告訴妳沒有藍綠啦 所以 這張看得出來 如果去參加選舉 就是妳去買票 參加這張摔角比賽 告訴我什麼人贏 辦這張摔角比賽的人贏 主辦人嘛 她收門票就賺錢嘛 妳這次去刺激一下嘛 我們來看案例十一 妳是笨蛋 第一個 我說到了 笨蛋 妳相信 台灣人是笨蛋 所謂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妳就是笨蛋 因為 我查出資料來 在1950年3月13號 她多少說過了 蔣介石 當時的所謂中華民國總統 秘密談話裡面說 中華民國已經亡國了 連那個所謂總統都說亡國了 妳還相信有所謂中華民國 妳就是笨蛋 第二個笨蛋就是妳相信台灣獨立 也是笨蛋 為什麼呢 因為是個假的命題 如果台灣獨立是真的話 今天為什麼不獨立 今天妳們是民進黨當政啊 民進黨的黨綱裡面說是要台獨啊 總統是妳們 國務總理是妳們 行政院長是妳們 國會裡面半數的議員是妳們 台獨啊 等了嗎 不敢 不敢就是假的 妳還相信台獨 妳就是笨蛋 那第三個理由是說 相信以台灣的名義 可以進聯合國 美國在台協會 就是地下大使館 這個 我們要重新蓋個房子 要塊地 從這邊馬英九給他一塊地 多少錢的地 我告訴妳們 80億的台幣 80億台幣 接近20億的人民幣 給美國人這塊地 還送了兩億台幣幫他蓋 美國人給了一千萬美金 租這塊地 租多久呢 99年 清朝人跟外國定的 不必能條約的期限 99年 陳哲扁跟馬英九都幹這種事情 請妳告訴我還有藍色和綠色的不同嗎 今天選出來的所謂藍色的台北市市長 郝龍斌 她不是在綠色的政府裡面 做她的環保署署署長嗎 那裡 好 那副央運請問 好 妳有跟我們說一件事 藍跟綠都總在同一個路線 絕對沒有藍綠了 所以等我們給計畫 愛台灣 热的就是愛台灣人 不愛台灣 我們給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被捲入這種迷藏 台灣的迷藏 我們就在那裡在支持藍綠 我以前從學生的時代就很熱的 從沒有投票館就很熱的 第一次選選項的時候 宋初如還有很多人在選項 就跟我們旁邊去政見發表會 大家孝酸圓的戰聲的店 都用散戒口 警察用防護盾在那裡 我會參加一個政見發表會 像大家都要去收拾就對了 在高雄當時 像大家都老人來要戰聲 到平民民第一次選項 總統的時候我還沒有投票館 我也是約了一個朋友 去參加他們造勢晚會 乘搭一支小機的平民民 他們那種競選機子 去跟他們選團 我都沒太多 現在想起來 過去 小的 人不瘋狂 王少年 好 好 所以藍綠統獨都一樣 他都在騙你 騙你什麼 騙你說你來投票來支持我這個政府 綠的說我品質保證 我會做得更好 藍的說 綠的都是貪污政府 藍的綠的都一樣 當然我們在 地方的施政有感覺不一樣 可能一些建設有比較好 高雄過去就不是真的有 比較好就看到了 但是我們逃不出 這個 政治台灣的煉獄 不用去參加抗議活動 有沒有 最近發生的 那一天 一日圓遊會 有沒有 南部這樣 很多 台灣人用很多的主人 做車 上來一張 如果要補就算了 你如果不到那個工台頭前 你就算了 就回來了 一天 請問 我們台灣改變什麼 每天都在抗議 我們台灣有改變什麼 什麼 剛才說的 獨立 你就看政府 你為什麼沒辦法做獨立 因為國際法 沒辦法讓你獨立 你不可以獨立 你流氓政府 你要獨立 沒有那個金利 你就沒有那個外名 一樣 二八所 牽首付台灣 我也去砍 砍 砍完 一整天 不敢洗手 我笑的 我不是賣這些人 我笑的 我現在知道 這都是感情的 感情的 表達愛台灣的方法 但是 他沒辦法放棄台灣 真的怕法治的國家 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所以 現在的能力就是 藍製造壓力 綠釋放壓力 有沒有 就這種模式 他用一些奇怪的政策 都人民很氣 政運節目一直播 一直 夾人民 很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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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號 我們要來 發表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 讓政府看到 人民的力量 就都 算這套 每次 下去 下去就算了 所以 藍製造壓力 綠釋放壓力 釋放壓力 這樣 這叫做 零和遊戲 哪個在那齊齊齊 政府就是 在算零和遊戲 所以 我們台灣人 要看清楚 台灣目前的狀態 就是 美國 軍事 給中國 民國 代理 來看案例12 Case 12 你這個新聞裡面 還有一條 是說 美軍 和台軍之間的聯繫 如果 進入了台灣的 飛行情報區的話 是不是 照例要通知台灣方面 怎樣通知 我很坦白的講 我過去 接觸過這種問題 我也跟美華納 當面 跟他們提出 嚴正的這個 抗議 為什麼 每次 這個 美軍的飛機 飛過這個 我們這個 防空識別區 附近的時候 我們的飛行員 用這個 機頻道 跟他們對話 他是都 完全不理 後來 這個 我們國軍 台灣的國軍 有了這個 F-16之後 我們也跟美方反應 台灣的這個 空中的這個 戰機的這個性能 也提升了 這樣 你們這樣 不回答 不理 這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 這次報導講說 美方會智慧 美國國務院 就是美國的國家政策 他是堅決 堅持一個原則 就是 美軍所有的行動 絕對不會 事先告知 任何 其他的 一個國家 包含他們 其實 很多周邊的人 中官應該你也不知道 美國 台灣是美國 簽名地 因為人家要飛來 他還要跟他通知 他跟他通知是尊重理 不跟他通知也沒關係 白白水災的時候 美國的那個 鐵仙基不是有來救 他在這裡下來 再來看這個 十三齁 三一一大地震 日本那個時候 台灣發生了 臨時凌晨一點多 由於不是每個眷屬都具 美國公民的身分 AIT也在我國入出境管理局的協助下 緊急在機場設立臨時的櫃台 期待這些臨時來的過客 好 暫停 暫停 美國人 入境 沒有經過海關 叫做臨時櫃台 你剛才看他 他是白桌子在那裡 臨時櫃台 那是AIT的人來接 不是經過我們的海關 有嗎 有嗎 這個 一個櫃台 整個他們的AIT的人 這個時間點 暫停辦美簽 我們再繼續看 機場設立臨時櫃台 接待這些臨時來的過客 其實這一回美國宣布撤橋 非常的倉促 所以美橋也沒有準備 臨時通知 不到24小時 那櫃台 臨時的 我們這種櫃台 他們搞不清楚 到底接下來要怎麼辦 因為這美國人來 都很低調 去這裡問的問題 他盡量不要去回答 還是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沒回答你的問題 暫停 暫停 來 協助我海關 身份確認 你根本就沒有經過你海關 在簽身份確認 跟這個新聞 他幫你拍一個標題 哇 來又經過我們海關 騙 跟一個事件 他就 欸 說做白的 繼續 讓他們覺得台灣真的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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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來到這裡 你知道嗎 而這一次美橋測台 大部分都是大使館的眷屬 或是美軍的眷屬 將分三個班次 第一班總共330人 陸續總共有800到900名的美橋抵達台灣 未來是要暫時留在台灣 或是轉接回美國看個人的意願 但這回美國官方人員大規模來台 也創下台美斷交後的首次紀錄 對不對 他說 大使館 或者是軍方的眷屬 會不會回去 不知道 我也跟你說 美軍現在進來 你怎麼相信 你不相信嗎 他怎麼走 他撤橋回來怎麼走 你怎麼知道 不知道 他怎麼可以留下來 可以 我不想要做 弦外之音的解釋 但是我們要去 我們看這個美橋的時候要去思考 剛剛那個是13嗎 好 來 解讀了 我想說到這裡 我們一些看美橋的角度應該有了 有建立起來 我們看美橋的時候要去注意他們 去講話 我們要新台灣論嗎 有 來 解讀 台灣民政府就是 台灣Civil Government 這個人民政府 來 我們去維基百科 你去找 Civil Government 你看到 列書上面有很多民政府 很多民政府 叫沖繩民政府 有沒有 這跟我們很有關係 那跟八重山民政府 公股民政府 這都是在建建華裡面在處理的 所設立的 這個民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也是 對 讓他們 經濟這個 國際法 讓美國 幫助我們來設立的 來 台灣民政府是真的 有人說 詐騙集團 開箱是斑啊 丁丁 沒關係啦 這個 自由西方 他有一個 一個新聞說 台灣的定位官司 將上訴 最高法院 林智深控美案 來 一個法案 還是說一個 一個 訴狀 要告到 最高法院 他是不是要 通過地方 層層上去嘛 你如果 前面沒有過 就駁回了嘛 駁回的意思 有兩種啦 駁回可上訴 駁回不可上訴 駁回不可上訴 那你 如果不可上訴 為什麼能夠到 最高法院 再來 美國法院 判決書啦 列尼東森 來 這本 台灣最終地位 三 這本 全部都是 官文的文件 有人說 沒看到了 去美國去哪裡 沒有看見 不表示不存在 今天我給你看見 來 下一個773 美國法院判決書 在這個773 這裡 判決書在這裡 給你看 齁 我們那個主題 如果有留學的 學生 特殊大學的 請冠軍鼓勵人來這裡 來證明 民政府 叫他們來證明 請他們來上課來證明 最高機密 美國 是解密給我們 這裡沒有 最高機密 在這裡 當然不是所有的東西都給他們出來 但是我們的秘書長 花很多時間 把這種東西 扁起來 這種原文 我演戲一次 我只看標題而已 這張判決書 網路找的 我不是從這裡copy出來的 你網路喔 你怎麼叫我這裡打下去 判決書 沒有啦 判決書不是說 第一條 台灣人換在 政治的電力 第二條 台灣沒有國際 不是這樣 判決書是一種敘述文 齁 一種敘述文 來 你去這個網站 齁 美國上述法院 克林比亞特區 巡迴區 這個網站 齁 剛才這個 這個網址你把它打下去 你就找到了 你也找到了 我也找到了 這公開的啦 來 台灣人 那是判決書 判決書 掘取出來的問題 齁 台灣人換在 政治的電力 是在這裡 政治 啊 電力 有人說 啊 台灣人換在政治的電力 啊 說得太慘了 說得太嚴重 那不是我講的 那是美國法院 會拍我出來在講 來 台灣人沒有國際 這段 齁 來來檢驗 我們這個 台灣民政府這個 國際法例 檢驗不得宜專主管 美國 近年的戰爭齁 差不多有一次 這都他打的 打了齁 就 使用這個軍事檢驗 那檢驗可以宜專主管這個原因 反正如果去給他打破 說 本來是不可以宜專主管嘛 啊如果給他打破說 可以宜專主管的位子 啊我檢驗就這樣 我檢驗就這樣 啊所以美國在這幾年來 會拿這些領子 投出來 那不是這樣 美國也是要尊教國際法 檢驗之後 要設民政府 幫助那些國家 會讓政上的運作 更加 會讓這個 民政府 讓他們有賬款 今天去民政府做這個 這樣了解齁 強烈是台北的真相 案例14 馬政府實施外交修兵後 台美關係真的逐漸回溫了嗎 是在馬總統上任後 第一個雙十國慶的前夕 美方通令駐外單位 不准與台灣進行正式的官方接觸 甚至不得參加雙十國慶的慶祝活動 好 好 聽到 這個新聞跟我們說 美國就沒有生人 你中華民國了 沒有生人 你中華民國了 他如果派人參加 就是我生人力 如果緊急參加 就是我沒有生人力 這很簡單的判斷 來 強烈是台北 以前我們都反應過 什麼 中華台北嘛 還有 強烈是中國人 中國人台北 還有中國台北 後來 中國 中國 政府 政府 知道嗎 劉榮 在台北 頭部屬下 中國是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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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語 就是這幾個意思的屬下 如果有台語很厲害 老師告訴你 你問 他說中國是台北 那就是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在什麼 中國是台北 我介紹你接我一個朋友 他做老師 他說這是什麼人 我們老師 這是什麼人 我們朋友 我們老師跟我們朋友 沒辦法 該歲他是什麼人 你說他是什麼人 他叫王某某 中國是台北 也是這樣 國內的都說 中國是台北 這個 他的原名是這樣 但是他又跟我們騙 說我們是去用大家的 流氓政府就是 你一個流氓政府 要寄居 佔留在一個城市 所以台北 他也沒有錢 你是台灣 你去 威脂百科你要找 跟輸入 流氓政府 就找了很多流氓政府 中文的你就看不到 我之前在查的時候 看得到 可能民政府最多 這個便宜 威脂百科的人 都把他拿掉 這裡本來是有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但是沒有 拿掉 中文的沒有 這裡有西方流氓政府 來 你如果 威脂百科你來 打英文的 Government in 他才會解釋 說什麼 什麼叫做流氓政府 來 英文的你就看得到 1949年嗎 沒錯 不是我說的呢 我問一個老師 說中華 中國流氓政府在台北 他說 不是這樣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要中華台北 我說 這不是我說的 這就 你去找你就找有 來 減減 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世宗流氓政府 他流氓在 印度的德蘭沙 我是來民政府 我也比較知道 說 原來印度的流氓政府 不然那個 世宗流氓政府 流氓在印度 來 流氓政府 再來 遼國的這個 流氓政府 位於法國巴黎 法國流氓政府 在倫敦 波蘭流氓政府 在倫敦 然後 潮興流氓在上海 這都是 城市啦 不要說城市 你也看著這個 這都知道 也看著這個 也看著這個 遼國 流氓政府 位於法國巴黎 所以導致 法國巴黎 法國 他要流氓到倫敦 把他整條 法國流氓到倫敦 結果波蘭也流氓到倫敦 結果呢 倫敦產生的 一個城市 有三個國家 叫做法國 波蘭英國 不是這樣 不可以 就地合法 只是讓你佔據而已 好 來 民體檢驗案例事務 好 看 台灣這邊 受了蔣介石的 影響 蔣介石雖然死了 因此不算 說 中華民國 還在 中華民國在 你不要搞台獨嗎 台灣獨立嗎 台灣獨立 就不要叫中華民國啊 要叫台灣共和國啊 敢不敢 不敢 為什麼不敢 美國人壓住 哦 你破壞兩岸的關係 我就不保護你 我就不管你 害怕 所以真正的台灣獨立分子 或者假的太獨分子 都不敢成立台灣共和國 就只好抱住一個老招牌 叫中華民國 這個招牌比較安全 就抱住這個招牌 所以今天的局面 就是 中華民國 本來說是中華民國到台灣 然後他們可以解釋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又開始解釋 中華民國是台灣 可是台灣也不是台灣獨立啊 怎麼辦呢 今天 一些台灣的活人呢 他們說 我們要進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 被趕出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去 把中華民國趕出來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進聯合國 用什麼方法進去呢 用中華民國進不去了 為什麼進不去了 因為中華民國四個字 在聯合國裡面 它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了 它同盤繼承了 其實問題來了 所以我們用台灣名義加進去 改名字了 加進去 我給大家看一個資料 注意看一個應用的資料 這是聯合國 1999年的年間 1999年嘛 聯合國的年間 請大家看 這是 1999年的年間 暫停 後來大家 來 他說1999年 這什麼 宜花接木 宜花接木 這幾廟而已 你如果看這個 宜公的這個節目 幾廟而已 宜花接木 1946年到1947年的聯合國 的確有出現年間 它對那個方便 真的是1999年的年間 這兩個資料是不一樣的 它可以1946年的 這個47年的年間 跟我們說1999年 來 繼續 看到沒有 在這個國家的名字表裡面 好 暫停 這個 有啊 關掉 這個 中國有一個是 然後他說 有一個 中國裡面包含台灣 關掉 來 他說台灣不能獨立 美國押注 不能獨立 因為破壞兩萬關係 這都不是法理 這都不是法理 中國包含台灣嗎 1999年資料 我剛才有跟你們說 你去這個網站找 聯合國的年間 你這輸入年 你就找得出來 這我找到了 來 1947年 這裡有一個中國 中國是 他在這裡 他這裡是誰 跟那個 福爾摩沙 來 為什麼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 聯合國的 會員國只有這裡 你看看 日本 這個時候 日本被 殲領中 殲領中的 那種土地都還沒割定 他們為什麼可以把 福爾摩沙寫在裡面 那時候 他們聯合國 他們自己寫 這樣了解嗎 這個 中 中國 會叫做一個 鑄解釋 加一個福爾摩沙 什麼 什麼 新疆啊 等等 這兩筆不一樣的資料 這是你差的 對的資料 新台灣論 要找台灣 討新台灣的切入點 台灣 你要 這種 要點 你有這麼討論 你知道怎麼討台灣論 台灣主權 被誰擁有 馬關條約的關係 這是那個 教書 我們這裡也有在賣教書 不是 真的 那是紀念品 教書是那個 大清皇帝 跟大日本皇帝 派人去簽的 有人說是國與國之間 沒有啦 派的人 他給什麼人受款 奉帝嘛 是不是 齁 柚金山和平條約寫了什麼 中華民國是什麼東西 中華民國他是怎麼來台灣的 中華民國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時間點我們沉淪了 不是光復節 是我們的沉淪日 來 政治台灣就是我們都在外面迷宮裡面 我們走不出去 今天好不容易 有一個人叫做 林志生博士 他獲得國際法例 把政治台灣的一個問 撒開 他一個人不夠力 需要我們大家 需要我們大家 來幫他支持 所以 願望大家回去 認真 來投這個國際法例 我們台灣 才能走出去 今天 文鳳說到這裡 謝謝